這共機在這個禮拜四的時候 凌晨 這個已經這個又來騷擾我們了 結果被我們驅離之後 這邊繞繞出去被發現說 天啊他們這時候才發現說 前面怎麼都會是美國 美國的這個什麼軍艦 這個航母在那裡 還說沒有辦法過去了 被美國擋在前面 那你還想打臺灣笑死人了 然後在臺灣還有一群人在那邊唱歌說 到時候中共打過來的時候 告訴你臺灣就只剩光溜溜的 講到這裡我們也 再來看一下國民黨現在的這些困境 除了這一些跟中共唱賀的這些天兵之外 國民黨敗選之後的檢討報告出來了 富士林一波內鬥的開始 這份檢討報告出來之後 韓國瑜看了真的會很測心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輸了高雄以後 國民黨沒關係啦 其實你們還有聲量 你看看2020政黨的網路聲量 國民黨居然在各政黨裡面 拿下第一名高達將近48% 雖然網友說 國民黨這個應該是這個負面聲量比較多啦 不過有聲量現在對國民黨來講總比沒有都沒有好 而且這個聲量超大 到底算誰的功勞呢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民船大學研究補選聲量 李梅珍真的是補選之後呢 他真的賺到不少聲量 你看最後給人家還留下印象 雖然只是刺鵝蛋跟海水抽馬桶 可是你看選完之後 這個媒體居然連林書豪的事情 都要來問問李梅珍 李梅珍最後就回答說 哎呀我要好好跟林書豪學習啊 你看看林書豪 就算被輕視被霸凌 他還是堅持打籃球 所以呢你接下來還要堅持選市長嗎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看李梅珍學位沒了 留了罵名 至少人家真的還有賺到這個知名度啊 而且呢你看這個 今天的這個也有藍尾被問到 哇這個國民黨現在這個聲量這麼高 這個功勞算誰的 是李梅珍呢 還是韓國瑜還是誰啊 結果國民黨立委回答說 以上皆是真的是這樣嗎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真的是人情冷暖 藍櫻的這個檢討報告出來了 這個選前之夜 韓國瑜不是來幫李梅珍站台嗎 天啊才站這麼十分鐘 就要開始背這個敗選黑鍋了 按照《梅導電子報》的這個報導 他說呢藍營敗選檢討 他們看完之後簡直是鬼打槍 炮火全部鎖定韓國瑜 而且朱立倫呢還加碼 會凍死在同溫層 所以看起來呢 韓國瑜要被切割了 韓粉當然火大了 而且呢上報也報導 藍營的這個黨內 因為很害怕韓國瑜回來 所以就傳出了 立廣2024年侯友宜加盧秀燕配啊 還要藉機排豬防韓 來保江 這個江啟成這個先守住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國民黨再談 那學者這個鄭文博士說 藍營如果要再起 不是切割韓國瑜 而是思考要把韓國瑜擺在哪裡 韓國瑜如果能夠向支持者道歉 舉行全台巡迴行程的話呢 專心幫黨抬轎 或者還有生機 但是資深沒檢求名譽爆料 最讓大家震驚了 他說江啟成不只要拼黨主席連任 還起新動力要選2024真的嗎 但無論如何啦 這份補選檢討報告 竟然在檢討韓國瑜 難怪媒體爆料 韓國瑜在選前幫裡面 曾在談也是講額 但是在報復黨中央 而且怪怪了現在全部怪韓國瑜 選前不是說黨中央對韓國瑜 本來這個冷態度嗎 後來評估李梅珍要完全崩盤了 還遊說韓國瑜幫李梅珍來暫談 最後一頁不是國民黨 把他求出來的嗎 可是雖然上一副說想太多了 韓國瑜能想到的 是因為跟李梅珍有關的事情 沒有幾件能講 所以才講額旦的事情 就問一下這個青皇 就是國民黨除了那些 專門跟中國唱和的天兵隊友之外 現在國民黨的檢討報告也出來 韓國瑜真的很切心 對啊 然後我們發現 國民黨背上的包袱已經夠重了 尤其在敗選之後 你背上包袱已經背了七八個 甚至十幾個這麼多的時候呢 你還發現國民黨內還有人呢 爭相在把包袱往自己背上丟 然後好像不壓死這個黨 他不甘願的樣子 你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裡面最妙的是什麼呢 國民黨現在連自己心中的心魔 韓國瑜問題要怎麼處理 都還沒有個著落的時候 你就看到國民黨從這個前總統 那個馬英九開始 一連串的人忙著呢 在現在美國在秀肌肉給中國看的時候 忙著要跟中國唱和 你就覺得很奇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 美國這一陣子呢 其實在秀軍事的肌肉給中國看 因為前一陣子他們是秀 科技跟經濟的肌肉給中國看 秀完了現在改秀軍事的 秀完軍事之後呢 你會發現喔 這個中國一方面無奈 但是一方面呢 他又不能表示 我束手就擒嘛 他必須要展現他的大外宣給你看啊 所以你看到中國呢 連續展現了三個大外宣出來 但你會發現這三個大外宣 好像越看越歪 為什麼越看越歪呢 第一個大外宣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正常 為什麼呢 他去讓這個美國的媒體 自由亞洲電台呢 拍到一個在海南島的軍港的照片 他拍到的是雲林港的這個照片 雲林港裡面其實是中國主要的潛艦基地 他就讓你拍我中國有核子動力潛艇 而且呢 某種程度他還告訴你說 因為核子動力潛艇呢 平常潛艇是潛在海面之下的嘛 這很隱秘的啊 這不能隨便讓你拍到的啊 他的意思是說沒關係 你來拍我大方的給你拍 我不怕你拍 所以呢 中國得透過這方式呢 告訴你說你看 我連核子動力潛艇 我都不怕你拍了 這個對我來說 這大外宣算成功了吧 這個叫正常的大外宣 但是第二個正常的大外宣呢 這個我們就覺得這開始哪裡怪怪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說要做這個 所謂的核爆模擬器 叫Z機器 這核爆模擬器呢 在模擬說 我今天核子設施引爆的時候呢 核爆的規模有多大 然後呢這個大外宣的說法是說 你美國的這機器也才270萬焦耳 我比你大比你大幾倍 我比你大30倍20倍 然後中國說 我有高達6000萬焦耳這樣的規模 那你美國才270萬焦耳 你才我的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而已 你看我光是連核子模擬器核爆模擬器 我都贏你美國啊 你美國在我面前秀這些肌肉呢 一點都不夠看 但這樣一講你就聽起來怪怪的 你在比的到底是核子彈還是核子模擬器啊 美國的導彈有好幾千顆 你三百顆你到底是要比什麼東西啊 所以你會發現比到第二點的時候呢 基本上已經比歪掉了 但是比到第三點的時候呢更嚴重 我沒有看過大外宣要比肌肉的 比的不是軍事肌肉 比的不是人的 比的不是相關的 我們看到那種什麼經濟的肌肉 科技的肌肉 比的是人體的肉體的肌肉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中國號稱自己取得戰略性的勝利 憑的是什麼呢 給大家看 中國憑這張照片 宣稱他們取得戰略性的勝利 這張照片是什麼呢 這張照片是在武漢的電音趴啊 武漢的電音趴 武漢的這個水上樂園所舉辦的電音趴最近嗎 最近的事情 然後你看到前面呢 DJ在前面一直在放音樂 叫大家一起跳跟著跳 然後呢 這個你會看到水下一堆人的跟著嗨嘛 所以你看喔 不但嗨到這種程度 如果看這一張 是不是更清楚一點 直接挺著青春的肉體 然後人接人 然後在那個地方 大家就問說 這個不是還是疫情期間嗎 疫苗還沒出來耶 你們現在大家就已經可以做到這種程度了 沒有口罩沒有房屋設施 台下都沒人戴口罩耶 沒有社交安全距離 也沒有社交安全距離啊 人貼人貼在一起啊 好了看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呢 國際媒體看到覺得 當然覺得說一方面震驚 一方面覺得驚悚 因為疫情都還沒有結束 這個還有疫苗還沒出來嘛 所以你做這樣的一個活動的時候 當然人家覺得說 你都不要做防疫的準備嗎 好了這樣的一個照片呢 除了國際報導完就算了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怎麼說嗎 這個我們看到戰狼發言人趙立堅呢 他針對你看到這個青春的霸佩的狀況 趙立堅告訴你說 中國從這個現象可以發現取得戰略性的勝利 因為我們在武漢肺炎疫情的疫苗呢 取得非常顯著的國際宣傳效果 你就會發現大外宣外宣道 連這個青春的霸佩你都要拿出來秀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這根本已經歪樓了嘛 不但歪樓 而且現在大家又發現一件事情啊 發現說哎 中國的外交官你們的戰狼外交官還真戰狼啊 什麼意思呢 你看這個到人家這個國家去呢 這竟然是採所謂的人肉地毯 他們發現這個國家叫吉里巴斯 有30個這個男童呢 就這樣趴在地上 讓上面這一位中國的外交官一路踩過去 那30幾個這樣一路踩過去 這一位大使呢 他叫做唐松根 他是中國住吉里巴斯的大使 然後唐松根被人家發現這個現象的時候呢 人家去問中國的時候呢 他們還說你們不要過度解讀哦 這是當地的禮儀哦 說是當地人對你熱情客氣 才會有這個現象存在哦 但是你去想啊 這個同樣是美國住在吉里巴斯的外交官 他就跟你說 這個換作是我們 我們不會這樣做啦 因為那是人真實的肉體啦 你要我踩上去的話 像這個狀況我一定會猶豫再三的嘛 所以他不會做這樣事情嘛 但一般國家外交官不會做 但是中國的戰狼外交官讓你看到他會做 但是神奇的事情來了 當我們以為只有中國的戰狼外交官會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官也幹了類似的事情 然後呢各位看這個照片 這是台灣之前住吉里巴斯的外交官叫何登煌 那這何登煌呢 之前在吉里巴斯的時候呢 他也一樣踩在這個這個男童的身體上面 你看踩在背上一路踩過去 踩在人肉地毯上面 那你看到這人肉地毯上面你想說喂 這個中國的戰狼外交官幹這件事情 你也幹這件事情啊 但是不對要跟大家講一下 時間點還是不太一樣的 人類隨著時間再往前進呢 文明還是會進化的 什麼意思呢 中國那個是近期的照片嘛 但是呢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何登煌的這個事情呢 已經是在馬英九當總統任內的事情 所以才說這個也太瞎了吧 在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你的外交官呢 竟然做這種事情 那當然這個何登煌有跟外界解釋說 他做這件事情呢 他沒有告訴外交部 也沒有告訴台灣方面 但是我們就想說 你堂堂一個外交官 你在踩在人的身體背上的時候 你都不會想一下 你都不會猶豫一下嗎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情況之下 對國民黨來講的某種程度 你會發現一些阿薩布魯的事情 都往他身上喇